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8年 88年4月13号深夜 整个大同市安静祥和 大家都呼呼的睡着呢 突然呢 在大同市安逸前街 一户居民家里边传出来两声哼 特别巨大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当场造成了11名群众不同程度的受伤 大同市公安局 城区分局刑警队的技术人员 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勘查之后确定 这爆炸是两枚六七式手榴弹造成的 因为在现场啊 还发现了两个残留的手榴弹木柄呢 上面呢 还印着批号标记 写着237-70-112 这起案件呢 伤员和目击者啊 都能够描述的非常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时没睡觉 这群人呐 正在这处民房里边 在那剧赌 玩牌呢 正玩的高兴着呢 谁也没注意窗户外边飞进来俩东西 紧跟着咚咚 两声爆炸 当时啊 现场就从玩牌的那种热闹 喧笑 欢天笑语的氛围 转变成了满地的哀嚎啊 4月14号上午10点钟 解放军驻大同某部保卫部门 向大同市公安局通报消息 解放军驻大同某部弹药库发现被撬到了 总共丢了七枚六七式手榴弹 批号都是237-70-112 这还不算完呢 除了丢了七个手榴弹 还丢失了不少五六式步枪子弹 以及五一式手枪子弹 因此警方认定 413安逸前阶爆炸案的凶器 正是解放军某部弹药库失窃的这七枚手榴弹里面的两枚 剩下还有五个呢呀 为了尽快找到还没有使用的这五枚手榴弹 大同市公安局和驻军某部保卫部门迅速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对本案开展侦办 但因为弹药库盗窃现场 还有安逸前街爆炸现场 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现场勘察来勘察去 也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一筹莫展呐 这侦破工作一眨眼 一个多月过去了 5月29号深夜 大同火车站临时后车室又发生了爆炸 当时啊 大同火车站的站房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所以在战前广场上 临时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后车室 供旅客后车 有目击者说 看见一个穿着八三式铁路职工制服上衣 蹬着自行车 戴着口罩的年轻人 把一个东西扔进了临时后车室 正在后车的旅客群众中间 这次爆炸 导致八名后车旅客不同程度受伤 其中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 送到医院全力抢救 依然是一致无效而死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了一枚六七式手榴弹的木饼 上面批号还是那一串数字 237-70-112 此外 现场还发现了一件被丢弃的铁路制服 领子上沾有血迹 您各位想吧 火车站后车室那得多少人呢 乌乌乌乌的人群之中 扔那么一颗手榴弹 死了一个 伤了七个 一时间那大同事是舆论哗然的 谁都不敢想象竟然有人在火车站扔手榴弹 专案组压力更大了 丢了七个 这已经用了仨了 还剩四个呢呀 犯罪分子在哪啊 手里边的四枚手榴弹下一个要炸哪啊 当时大同市民街头巷尾没有别的话题了 都是这话题啊 都在猜 到底下一颗手榴弹要炸哪儿 弄的是草木皆兵 甚至啊 在那几天大同城区里边 蹬着自行车爆了胎 那都得当作爆炸声 报告给公安局 哎呀 大量的假爆炸的消息 反馈给公安局 也搞得大同市公安局上上下下忙的是焦头烂额 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当时爆炸发生之后 现场那么混乱 目击者就看到扔手榴弹的是一个穿八三式铁路制服的年轻人 多高啊 多瘦啊 长什么模样啊 不知道 说不出来 铁路上穿八三式制服的人太多了 凭这点线索找人 那是大海捞针的 去哪找啊 就这么着 侦破工作 就在这种没有头绪的情况之下 继续全力开展着 一眨眼又一个月过去了 六月二十二号大半夜 大同南郊区 马军营乡白马城村 有一个小饭店 被人扔进去一个六七式手榴弹 砰 炸了 因为当时啊 人们知道 大同有一人专门扔手榴弹门 啊 已经是草木皆兵了 所以一见窗外有东西飞进来 大家第一时间迅速躲避 所以尽管炸了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把那小饭店啊 炸得乱七八糟 南郊分局技术人员 对现场提取到的是榴弹木饼 进行了查验 发现木饼上也印着那串批号 二三七杠七零杠一一二 有目击者说 看到在窗外往里边扔手榴弹的人 穿着八三式铁路制服上衣 看来这隔了一个来月 这歹徒又行动了呀 随后大同市公安局 集体出动 在各药道卡口设卡补节 盘查一切穿着八三式铁路制服上衣的 可疑人员 转过天来六月二十三号 凌晨三点 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四名民警 在市区盈泽街丁字路口 执行查读任务的时候 发现有这么一个人 穿着八三式铁路制服 戴着面罩 跨着一个黑色蹄包 蹬着自行车 年轻人 行迹很可疑 一只手捂着脖子 这是干什么呀 赶紧上去盘问 刚想往他那走 那个年轻人 调转自行车就跑啊 朝追他的民警 甩出了两枚冒烟的手榴弹 碰 随着两声爆炸声 两名民警被炸倒在地上 另外两名民警 得救自己的同事 战友兄弟啊 也被迫放弃追捕 歹徒 又逃之夭夭了 这歹徒骑车逃离的时候啊 还不忘用手捂着脖子呢 因为逃得着急 所以面罩 黑色蹄包 还有一个26码的松井口布鞋 遗留在了现场 经过技术人员检查 这两枚手榴弹残留的木柄上 也刻着那批号 237-70-112 根据四名民警回忆 这个男青年大约30岁上下 身高啊 差不多一米七二左右 没戴帽子 卷头发 说话呢 也不太标准的那种普通话 太猖狂了 此时此刻 偷了七枚手榴弹 已经扔出来六枚了 造成一人死亡 二十人受伤 连警察都敢炸呀 这连续不断的手榴弹 行凶事件 让整个大同市 都陷入到恐慌之中 此时此刻 犯罪分子手里边 就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了 但大家依然害怕 谁也不知道 这颗手榴弹 会不会扔到自己脚底下呀 为此 大同市委市政府 也要求大同市公安局 限期破案 要给所有老百姓一个交代 公安部和山西省公安厅 也发来指示 要求大同地区的铁路和地方公安机关 以及驻军保卫部门 要密切协作 一定要在犯罪分子 扔出最后一枚手榴弹之前 把他抓获 那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他呢 上期节目咱们也说到了 公安部 山西省厅 包括大同市委市政府都要求 一定要在犯罪分子 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之前 把他给找到 随后在省厅的协调之下 大同市局 北京铁路公安局 大同铁路公安处 以及解放军 大同军分区保卫处 联合召开案情分析会 成立了病案侦察领导组 抽调铁路公安 地方公安 以及部队保卫部门的精干力量 组成了新的专案组 这新的专案组 对驻军某部弹药库 安义街和白马城村 这几处案发地点的地理位置 进行了一个比较分析 就发现这些地方啊 有一个特点 距离铁路可都不远 形成了一个以铁路为中心的三角区域 再加上犯罪分子 穿着八三式铁路职工制服 说明犯罪分子 一定和铁路系统有某种联系 要么自己是铁路职工 要么就是铁路职工的子弟 此外 安义街爆炸现场 咱之前介绍了 事发之前正在聚众赌博呢 大同站临时后车市 是人流密集的场所 而白马城村这小饭店 事发之前 顾客也不少 说明犯罪分子是故意选择 人员密集的地方作案 目的呢 就是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扔出手榴弹 立马登自行车就跑 说明他的作案动机 不是为了求财 只是为了制造破坏 制造社会影响 因此犯罪分子很可能 是受到过打击 对社会 对现实 有着严重不满情绪的 刑满释放人员 盈则街钉子路口 和罪犯遭遇的那四名民警 也说出了 这罪犯的一个细节 就总是用手捂着耳朵 后边得搏梗 判断罪犯的那个部位 可能是受伤了 根据这些分析 专案组把排查重点 放在了铁路人员 以及铁路职工子弟身上 印发了上万张 印有犯罪分子特征的紧急通知 贴满了大同市所有的大街小巷 6月25号 有一位农民 在大同铁路玉河大桥下边的一个土堆里 发现了一个黑色提包 打开这么一看 里边竟然是一枚手榴弹 批号是237-70-112 7枚手榴弹扔了6个 剩下一个在这儿呢 除了这手榴弹之外 还有9发56式步枪子弹 6发51式手枪子弹 经过查验 这个提包是被人为埋在这土堆里的 说明犯罪分子害怕了 跟民警打个照面之后 知道在逮他了 有意的在藏匿犯罪证据 那他停手了吗 没有 6月29号深夜 大同铁路公安处 接到了大同西电力机务段的报案 机务段的电料库被撬了 一共被偷走了价值7227元的 贬铜县和七包县 80年代的时候 7000多块钱 这已经是巨额财产了 经过三天侦查 确定铁路子弟出身的 无业人员周阔和吴宝山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既然锁定身份了 那剩下就好说了 吴宝山很快就被抓捕 并且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公认不会 可是吴宝山逮着了 周阔不知道去哪了 已经不知去向了 查这周阔吧 这周阔呀 当年34岁 祖籍山西省天镇县 之前那是前科累累 那么一个人 曾经因为屡次流窜盗窃 累计背叛强制劳动 劳教和劳改 长达八年之久 1984年刑满释放了 也找不着工作呀 一直就在社会上游荡 他爸爸是大同铁路分局退休职工 因为1985年退的休 所以有一套八三式铁路职工 制服 吴宝山说呀 自从周阔他爸爸退休之后 这制服上衣就给周阔了 周阔平时经常穿 但是在6月2号遇到周阔的时候 却发现周阔身上穿的铁路制服 是另外一件 听周阔说 是随便拿了一件 当然这事在当时的铁路系统里边 这也算是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啊 此外 周阔呀 他住的那个地方是租的 租住在马军营乡陈庄村 那房子位于村口 是一个小院 一个农家院 出门就是一条土路 能通往市区 晚上进进出出来来回回 很方便又很隐蔽 因为在村口 别人也见不着他 这个地方呢 距离被偷手榴弹的那驻军某部弹药库 也特别特别的近 距离周阔他妈妈居住的铁路滑北街 也就是几百米 据陈庄村村民说 周阔自从住了这小院整天的事 周福午夜出 行迹很可疑 周围的人也说 周阔八四年刑满释放之后 变得就仇恨社会 经常跟人们说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言论 甚至一度变得很厌世 他说了 我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干完了 我就去死 此外 周阔的身高和相貌 与六月二十三号 向民警丢出手榴弹的 那个穿铁路制服的骑车年轻人 极为吻合 经过走访得知 周阔本人呢 还嗜赌如命 有毒瘾 曾经在安逸前街 那家民房里参与过剧赌 并且是输多营少 所以很有可能是为了泄愤 首先用手榴弹 把这个堵窝给炸了 在对周阔住处进行搜查的时候 专案组呢 搜出了几副黑布的面罩 和六月二十三号凌晨 在英泽街丁字路口 捡到的那块黑布面罩 很相似 至此专案组基本认定 这起连环手榴弹 爆炸行凶案的案犯 就是周阔 可是 对他的抓捕 一连十天过去了 没任何线索 就跟人间争发似的 一直到了七月十二号 这天傍晚 两名在雍军路蹲守的 大同铁路公安处 刑侦队的侦察员 在下班的自行车流之中 发现了一个年轻人 挺像这周阔的 于是立即骑车跟踪 一直到一个公共厕所前边 这个人下车 准备上厕所 侦察人员为了确认 他是不是周阔 故意的对他喊了一声 周阔 这个人呢 下意识的随口答了一声 等等 我去趟厕所 好嘛 这正是踏破铁鞋无密柱啊 倒是得来还挺费功夫 当周阔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 两名侦察员拿着手枪 一前一后把他可就顶住了 周阔 这才被顺利抓捕 但他归案之后 只承认自己伙同 五宝山 盗窃机物段 电料库的犯罪事实 拒不承认自己盗窃 手榴弹 和用手榴弹 行凶的事实 而抓案组目前手头掌握的证据 也没有办法完全坐视周阔 和手榴弹爆炸案有关 那怎么办 还得继续找相关证据啊 首先呢 把爆炸现场遗留的面罩 与周阔家提取的黑布面罩 一起送到了山西省公安厅技术处 进行检验 从纤维种类 织法 密度 以及热分析处理等方面 确定这些面罩 都是用同一块黑布裁剪加工而成 在盈泽街钉子路口 不是还查着一只26号的松井口布鞋吗 与周阔被抓时穿的鞋 交给技术处一起 进行对立定型的对比检验 也得出两者是同一人所穿的 此外 周阔的血型经过化验 和大同站捡到的铁路 职工制服上衣领子上的血迹血型 也是一致的 8月7号 大同铁路公安处的技术人员 对周阔进行了细致体检 结果在他左耳朵后边 发现了一小块很不明显的疤痕 经过透视检查 发现周阔头颅正侧 能见左侧乳突肩部的软组织里面 有金属阴影 于是把周阔送到大同铁路医院做手术 取出来了一块长0.7毫米 宽0.5毫米 厚0.3毫米的金属异物 随后这块金属异物送到省厅技术处检验 最终判断这块金属异物 是六七式手榴弹爆炸所产生的弹片 感情是第一回爆炸作案的时候 跑得不够远 弹片打了自己身体里边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周阔后来呀 他才不停的捂着脖子 面对着这些铁证 周阔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呀最终承认自己就是在大同制造一系列手榴弹行凶爆炸案的真凶 最终1989年3月12号周阔被判处死刑 1992年1月25日深夜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灯火通明 在一间最大的会议室里 有将近60多人正在全力侦破一起系列案件 如此浩大的阵仗 放到现在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从1月10号开始 当地及周边的一些地区 陆续出现了一连串的恶性杀人案件 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 警方就已经接到了十多起报案 死亡十数人 歹徒的手段之残忍 作案频率之高 给警方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这歹徒到底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的作案呢 今天咱们就来走进龙兄虎弟的故事 辽宁省铁岭市昌途县 位于辽宁最北部 是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和畜牧加工基地之一 这是一个好地方 但在92年1月10号 两个恶魔的到来 却给这个地方蒙上了一层阴霾 1月10号晚上10点多 劳累了一天的人们 基本都睡下了 夜幕沉沉 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黑夜中 有一高一矮 两个男子正在大街上游荡 忽然他们发现 前面有一家人的大门还没有关 屋里也还有灯光 这是开小卖部的聂某一家 此时聂某和媳妇 刚刚收拾完东西准备睡觉 可就在马上要关门的时候 房门却忽然被人从外面给拽住了 紧接着房门被猛的拽开 有两个黑影闯了进来 这两个黑影一高一矮 矮的手里拿了一把刀 面对慌张的夫妻二人 高个子直接挑明来意 让聂某把钱全都交出来 聂某一听 毫不示弱 直接说没有钱 但这下把这歹徒给激怒了 那高个子一听 直接抄起屋子角落里 放了一把锤子 冲着聂某的头部 重重的砸了下去 聂某当场倒地 旁边聂某的媳妇见状 马上要来反抗 可他一个女人 哪是歹徒的对手 高个子又抡起锤子 重重的砸在了他的头上 于是聂某的媳妇 也瘫倒在地 怕这俩人没死绝 歹徒又继续用锤子 猛击他们的头部 一连砸了十几下 才肯罢休 随后这一高一矮 在屋子里打算找些钱 但就在找钱的过程中 他们无意间发现了 躲在里屋的聂某的 二十岁的女儿 于是聂家的女儿 最终也没有逃过一劫 在被歹徒强奸之后 又被残忍杀害了 最终歹徒拿着翻出来的 三百多元现金 仓皇逃离 一直到了第二天上午 邻居发现聂某家的小卖部 一直不开门 进屋查看的时候 这才发现了惨死的一家三口 在杀了人以后 两名歹徒在第二天 逃窜到了辽宁府顺市府城区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 他们又像两个幽灵一样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游荡 十几分钟以后 他们找到了新的作案目标 是金某一家三口 但此时金某一家已经全都睡了 百徒进不去 于是他们就换了一种方式 他们假装成便衣警察 说有两个小偷偷了人家东西 跑到这来不见了 所以来问问情况 迷迷糊糊的金某根本没有多想 在得知是警察以后 直接起床打开了门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上就被重重的挨了几下 晕倒在地上 金某的妻子听到声音 刚要起床去查看 歹徒却直接冲进了屋里 用刀把他逼在床上动弹不得 另一边 他们的儿子也被吓得浑身颤抖 紧接着高个子问有没有钱 妻子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急忙去给他们取了仅有的八十块钱 可没想到 拿到了钱的歹徒 却没有放过妻子 他们惨无人道的把妻子给抢奸了 最后 歹徒把这一家三口绑在床上 用随身携带的木棒猛击三人头部 最后扬长而去 一直到了第二天上午 亲戚来家里串门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一家三口 这才赶紧把他们送到医院 经过抢救 妻子和儿子脱离危险 但丈夫因为伤势过重 最终没能救过来 釜顺市公安局在接到报警之后 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面对满地的血迹 警方大为震惊 伪装成警察入室抢劫 这歹徒实在是太过嚣张 于是警方立刻封锁了周边地区 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 命案又发生了 1月12日晚上1点多 釜顺市公安局再次接到报警 对方说自己是八家村的村民 当地发生了杀人事件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发现八家村的村民曾某和他母亲王某 在自家屋子里遇害了 死因是被钝器击中头部 曾某的妻子 大女儿 二女儿 全都遭到了强奸 后大女儿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小女儿虽然没有被强奸 但也被残忍杀害了 这起案子 跟上一起 有些相似之处 现场的屋子里 都有被翻动的痕迹 有财务丢失 有人员伤亡 女性又都遭到了强奸 由此警方认为 这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并且现在 这伙人应该还没有跑远 毕竟这案子才刚刚发生 警方就赶到了 于是警方迅速行动 沿着案发地周边的马路 追捕歹徒 可没想到 在追捕过程中 又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一个多小时以后 一队民警 路过青园镇新村街的一家商店时 发现这家商店的门是开的 已经半夜三点钟了 这商店还开着门 这样的一幕 让警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大半夜的商店 为什么不关门呢 这个现象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两位民警来到店里一看 却惊讶的发现 店主冷某 浑身是血 靠在墙上 而他的妻子 也躺在炕上的一片血泊当中 两人已经死去多时了 他们的头部都遭受重击 脸上也被打得面目全非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初步推测 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件 不过妻子没有遭到强奸 这短短两天时间里 釜顺地区接连发生 三起特大凶杀案件 已经造成了八人死亡 分别是金某 曾某 曾某的母亲 王某 他的两个女儿 还有棱某夫妻俩 如果说这三起案件 真的都是同一伙人所为 那么两天之内 作案三起 杀死八人 如此之高的作案频率 即使在我国刑侦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对幸存者进行询问之后 俯顺警方得到了一些线索 受害者回忆说 歹徒有两个 一个高个子 一个矮个子 其中的高个子 看起来有三十来岁 比较强壮 留着一头被烫过染过的卷发 旁边的矮个子相对更年轻 看着有些瘦弱 短发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什么特别之处了 毕竟案发当时都是晚上 气氛又紧张 幸存者已经来不及观察更多的细节了 但因为所有幸存者都提到 说两个歹徒 一个高 一个矮 因此警方认为这些案子应该是可以并案侦查的 于是就立刻又布置警力 对俯顺权势展开排查 可是一整天下来 却什么都没有查到 这两个歹徒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警方的排查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 之所以找不到歹徒 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俯顺了 在杀害了路边的那个小商店 冷某夫妇二人之后 歹徒就开始了疯狂的流窜作案 他们有一个原则 在每个地方不能待超过两天 首先离开釜顺之后 他们连夜到达了吉林 抵达的第一天 13号晚上11点左右 吉林市物资公司的工人王某正在单位值班 忽然两个歹徒闯了进来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王某就被一把匕首顶住了胸口 在隔壁屋子里休息的 郭罗公陈某听见响动过来查看 结果也被歹徒抓住绑了起来 接着歹徒从两人身上搜出了三百多元现金 骑了一辆自行车扬长而去 事发之后两人赶紧报警 但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伤害 就只是丢了钱 所以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他和系列案件给联系到一起 不过相比之下 接下来的这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月14日晚上 石油工人李某下了夜班 骑自行车回家 在拐进一个小胡同的时候 忽然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 狠狠的一拉 把他和自行车重重的扔在了地上 李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被乱刀砍死 之后 歹徒把他的尸体扔在了旁边工地上的大坑里 骑着李某的自行车逃跑了 两天之后 1月16日 两名歹徒又逃到了辽宁安山市前小村 他们沿着铁路线来到了村子的外围 在外围溜达一会之后 发现有一栋房子里只住着老两口 就打算进去抢劫 这家里边住的是焦老汉和焦老太 焦老太嫌家里的大黑猫太吵 没法睡觉 就把猫给撵到了院子里 没想到这一下 居然把那俩歹徒给吓走了 于是这老两口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可是没抢到钱 这俩歹徒有些生气了 他们恼羞成怒 决定对这个村子进行疯狂的扫荡 首先村民齐某一家四口 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两名歹徒翻墙进入院子 用随身携带的斧子杀害了齐某 强奸了他的妻子 抢到了200元钱和一只手表 最后把妻子和几个孩子 用绳子绑了起来 又骑上齐某的自行车逃走了 之后两人又来到村子里的肖某家 砍死了肖某的妻子 用绳子绑住肖某 可翻箱倒柜只找到了四块钱 这一晚上 他们只抢到了204块 两名歹徒兴兴离去 不过在逃跑的半路上 他们又看到还有一家仍然在亮着灯 于是就冲了进去 这家住的是村民齐某 也姓齐 歹徒冲进去之后 立刻把齐某砍死 之后用绳子把齐某的妻子和两个妹妹绑起来 但最后也只找到了10块钱 一晚上只收获了214块 两名歹徒是又恨又生气 但也没办法 只能连夜逃走 在离开前小村之后 他们又逃到了辽宁省锦西市二台子村 距离上次案发两天之后 1月18日晚上 他们杀害了村民田某和张某 两人身中数十刀 第二天早上被村民发现并报了警 上午10点 警方来到现场正在勘察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村里的治保主任又匆匆赶来 惊慌的说 村民关某一家三口被杀死在了家中 警方只好又立刻赶到关某家 果然发现了被捅死在屋里的三口人 屋子里同样的被翻得乱七八糟 并且死者家的两辆自行车不翼而飞了 毫无疑问 这几起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而且案犯至少有两人 毕竟丢了两辆自行车 但因为案犯十分狡猾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而且各地距离都比较远 因此此时各地警方都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流窜作案的恶性系列案件 1月21日晚上 两名歹徒又流窜到了辽宁省迎口市山上村 他们来到村头一处孤零零的房子门前 这里住的是赵某一家 此时家里有五口人正在睡觉 赵某家的门前刚刚好挂着一把锄头 高个子歹徒顺手把他给摘了下来 两人发现这赵某家的大门呢 是从里面被插住的那种老式的大幕门 这种门非常好破坏啊 于是两人就合力拽住一扇门 一下子就把门给拽了下来 进到屋里 此时赵某已经听到响动 从被子里坐起来打开了灯 像第一次作案一样 双方四目相对 高个子问家里有钱吗 赵某非常愤怒 说没有 但紧接着他的头上就立刻被砸了一锄头 顿时血流不止 赵某连忙改口说 有钱 有钱 可是翻来翻去 只翻出了二十多块钱 给歹徒递过去了 这点钱显然不够啊 高个子感觉这赵某是看不起自己 于是一怒之下 转头把赵某的妻子 六岁的儿子 十三岁的女儿和十岁的外甥女儿 都打翻在床上 小个子歹徒健壮 也冲上来用匕首一阵乱刺 于是这几个人当场死亡 关心的是 赵某的十三岁的女儿 在案发四十多小时之后 被人发现还流有一口气 及时送到医院 经抢救 幸存了下来 从赵某家出来 沿着公路走了两百多米 歹徒发现 有一家人的大门 是一扇大铁门 院墙也都是砖砌的 要知道 在92年的村子里 很多人家还都是土墙 碰到了砖墙大铁门 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有钱 于是他们就拿着 从赵某家拿的那把锄头 翻墙进到了院子里 之后他们一脚把门踹开 小个子直接冲进左手边的大屋 大个子冲进了右手边的小屋 两人分头行动 首先右手边的小屋里 任某夫妇正在睡觉 此时已经被惊醒 歹徒举起锄头直接砸下来 任某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接着把他们逼到了左边的大屋里 左边大屋里住着任某的母亲 两个妹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全家的安全 老母亲拿出了自己攒下的970块钱 但歹徒觉得这么好的房子 肯定不止只有这点钱 在一通翻找之后 他们最终又在衣柜里翻到了5000元的现金 拿到钱之后 这俩歹徒非常开心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接着他们用背罩撕成布条 把全家都绑了起来 接着把任某23岁的妹妹给枪奸了 做完一切又逃之夭夭 很显然这两名歹徒已经猖狂到了极点 从1月10号到现在21号 短短11天 他们就已经流窜了8个地方 杀害了22人 如此频繁的作案 如此频繁的人员伤亡 放眼全国 这都是极为罕见的 很多人此时会好奇 这两个杀人恶魔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的作案 他们接下来还要去哪 最终又会如何落网呢 之前咱们说到 在短短11天的时间里 辽宁省内接连发生十数起命案 歹徒的凶残程度和作案频率令人震惊 但我们也注意到 正因为歹徒不停的流窜 导致各地警方都在单独作战 很难把各自的线索互通有无连接起来 只有最开始 那三起发生在腐顺的案子被病案处理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好在随着事件推移 由于各地命案接连发生 省公安厅渐渐发现了其中的共通之处 首先根据所有幸存者的描述 歹徒人数都是两个 而且一个高个子 一个矮个子 此外现场齐取的足迹也都相同 都是一个人穿着警用军棉鞋 另一个穿着普通的胶底鞋 其次 歹徒选择的作案时间都是在前半夜 作案目标基本都是在铁路或公路附近 在村落边缘或者是户数稀少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选择其实很明显 就是为了在作案之后方便流窜 沿着大路一直就跑了 再次呢 他们的作案工具大多是就地取材 两名歹徒没有枪械 但身上有刀 一般呢 除了用这个刀 或者就是顺手 抄起受害者家的锤子 木棍 或者是斧头一类的凶器 最重要的一点是呢 这么多起案件的凶手 他们的作案手法都极其相似 基本上都是破门入室 进门之后 先把有反抗能力的男性打倒 再对女性进行强奸 最后威逼取材 在受害者失去反抗能力之后呢 凶手还会用电线 晾衣绳 或者直接把床单撕成布条 进行捆绑 防止受害者逃脱 另外受害者的伤口绝大多数 都是在头部 这也足以见得凶手的残暴 那根据各起案件的幸存者的描述 警方也汇总出了一个 比较具体的两名歹徒的体貌特征 其中那个高个歹徒 年龄应该在33到36岁之间 身高大概1米8左右 体态魁梧 一头烫过的卷发 方脸 脸色较黑 大眼睛 双眼皮 留着八字胡 那个矮个子歹徒 年龄在27到29左右 身高1米7左右 瓜子脸 脸色较白 小眼睛 单眼皮 两颗大门牙上都有缺损 这两人都曾经身穿 黄绿色的棉袄 和军绿色的裤子 可以说 此时这两个歹徒 他们大概的样貌 已经被刻画出来了 于是随后警方立即把罪犯的体貌特征 向所有涉案地区公布 希望可以征集到线索 这一并案 效果的确很明显 这公告刚刚发了一天 1月27号 最先案发的昌途县公安局 就报告说 当地东大乡 五间村 有一个韩某 有一个赵某 跟这歹徒 长得非常像 其中那个韩某身高 1米75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大圆脸 比较魁梧 赵某呢 他的门牙 正好缺损了一颗半 长得挺白 也是一个小眼睛 这样的一个描述呢 跟那两名歹徒啊 好像确实非常像 于是警方立即找到 并且逮捕了他们 结果一审一问啊 发现这俩人确实犯罪了 但是呢 他们犯的是盗窃罪 他们偷了17辆摩托车 跟那起系列案件呢 其实没什么关系 就只是巧合 长得有点像 那之后 经过幸存者辨认 最终呢 也排除了他们俩的嫌疑 他们俩这盗窃的案子 就另案处理了 既然如此 警方只能再次 加大排查的力度 但因为临近春节啊 治安保卫工作 是非常艰巨的 警力也十分有限 当时呢 府顺市武装部 甚至出动了3000位民兵 在村与村 乡与乡之间巡逻 在各地 还加强了对公共场所 比如旅馆 饭店 车站等等 这些地方的巡场 可奇怪的是啊 这两名歹徒 自从1月21日 在营口市作案之后 就忽然销声匿迹 在辽宁境内消失了 难道说 他们跟之前一样 又一次流窜到了 其他地方吗 可果真如此的话 其他地方 应该也会有 案发的报告吧 可此时 整个东北 却已经安静了下来 类似的案子 没有再发生了 那这两名歹徒 此时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 在最后一次作案 抢了5000多元的现金之后 这两人终于觉得 钱暂时够花了 就暂停了作案 毕竟在92年 连100块 都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5000块 的确够他们花很长时间了 而且当时这俩人 也意识到了 他们的疯狂作案 必定会引起剧烈反响 那么接下来 警方肯定会全力追查 因此当时 在1月21日作案之后 两人就通过火车 汽车等等方式 辗转跑了700多公里 最终来到了河北卓州 但是他们手上 毕竟还是有瘾了 并没有安静太长时间 就安纳不住了 没过几天 他们就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作案 2月25日晚上 卓州安四村 22岁的居民张某 和他的未婚妻 正在屋里躺着 忽然两个陌生男子 闯进家里 其中高个歹徒 一拳把张某打倒在地 从张某口袋里翻出90多元钱 又当着张某的面 把他的未婚妻给枪奸了 最后两人被活活打死 第二天 2月26日 两名歹徒 又来到了河北望都县 闯进了理发师赵某家中 把赵某绑起来之后 在赵某的美发店里 找到了250块钱 悉数带走 之后他们又陆续抢劫了两家废品收购站 拿走了一根铁棒 并把其中一家的老板王某残忍杀害 第三天 2月27日凌晨 两人流窜到了河北省会石家庄 闯进了东三教村的王某家里 这家有六口人 除了王某夫妇 还有父母和两个孩子 当时王某见来者不善 他十分机智 他假装顺从 假装去拿钱 但趁着高个儿歹徒不注意 他忽然冲上去 抱住了歹徒的胳膊 高个子手里的铁棒 由此就挥舞不开了 只能用拳头来击打王某 此时 王某的父亲也冲了过来 死死的抱住了小个子 而王某的母亲 则趁机冲到外面去求救 可没想到 这高个儿歹徒力气非常大 连一分钟都没有 他就挣脱了王某 紧接着他就马上举起铁棒 使劲击打王某的父亲 从而让小个子也挣脱出来 之后 他们赶紧逃离现场 这一次 也是他们作案以来 第一次栽了跟头 之后 两人匆忙离开河北 逃到了山西 2月28日 他们来到山西洋权村民万某家里 杀害了万某夫妻俩 又强奸了万某的妹妹王某 最后抢得60多元 3月2日晚上 他们又流窜到了山西省 渝刺市东关村薛某家里 当场打死薛某 又打伤了薛某的父母 但是一分钱都没搜到 最后 只好骑着薛某家的两辆自行车 扬长而去 骑了一段之后 两人又停在了村民石某开的小卖部前 他们一前一后冲进了屋子里 两下打死了石某 搜刮了店里的所有零钱和一些高档香烟 之后又强奸了老板娘 发泄完了授欲 两人感到有些饿了 就在超市里找了一些葡萄酒 还有一些面包和罐头 甚至直接就在小卖部里席地而坐 有说有笑的吃了起来 然而 让这两个歹徒没有想到的是 之前被他们打死的那个薛某 其实并没有死 薛某当时只是晕了过去 几分钟之后薛某醒过来 赶紧冲到了村长家 向村长报告 而村长赶紧报了警 此时 在石某的小卖部里 那两个歹徒还在不停地吃着喝着 完全没有意识到 警方马上就会到来 直到几分钟之后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汽车的声音 这阵声音因为毕竟是在晚上显得格外的刺耳 两个歹徒这才意识到 坏了 出事了 于是他们连忙起身 准备从小卖部的后门逃跑 此时 在小卖部门外 警车上下了三名持枪的刑警 他们敏锐的发现小卖部还有后门 于是立刻摸了过去 而刚刚走到后门 正好就碰见两个歹徒 一前一后的出来 其中走在前面的高个子 手拿铁棍 看见警察来了 直接抡起铁棍 就要袭击警察 一名刑警当机立断 立刻开枪 而随着砰砰两声枪响 高个歹徒 腹部胸部连中两枪 他亮枪了一下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而小个子则趁此机会 趁着夜色爬上了小卖部的房顶 朝相反方向跑得无影无踪了 后经检查 中枪的高个子已经当场死亡 那么接下来 小个子跑了 小卖部附近的这片区域 就成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区域 而这一次与歹徒的直接交锋 也给警方带来了很多重要的线索 在刚刚的搏斗过程中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 但那高个子他曾叫嚣 辱骂警方 当时他说话的时候 那说的是一口地地道道的东北话 由此确认 歹徒来自东北 之后 警方调查了歹徒所穿的衣服和鞋子 发现这些衣物的产地 都在辽阳市 主要的销售地点是辽宁和吉林 这说明凶手有可能就来自东三省 这和刚刚的口音正好相对应 除此之外 警方还发现 这高个歹徒 他的胸前有一副纹身 纹的是一只下山虎 左肩头纹了一只回头虎 一前一后纹了两只老虎 这个纹身代表什么呢 专家分析认为 当时东北那时候有一些流氓 一些不法分子 在拉帮结派的时候 就经常搞一些纹身 以示忠诚 也标明帮派 因此 从这个纹身来看 这歹徒 他至少应该是一个惯犯 而且这歹徒来自东北 但现在在山西作案 这说明他应该是在流窜作案 流窜到这儿的 可以发现 警方的推测 基本都说到点上了 没有失误 全说对了 那因为推测凶手来自东北 而且又是一个惯犯 于是山西警方 马上就和东北三省的警方 取得联系 又把这个被击毙的 大个歹徒的指纹 还有他的照片等等 全都给送到了东三省 那最终经过核对 发现东北地区的系列案件 也是这两名歹徒干的 那么至此 可以说小半个中国的警方 都已经开始互通有无 连接起来 那么歹徒的末日 也就不远了 在高个歹徒的指纹 被送到东三省之后 没多久 吉林省公安厅 就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在犯罪档案库里 找到了指纹的主人的信息 发现这个指纹的主人 名叫李刚 也就是说 那个高个歹徒叫李刚 当年35岁 身高1米79 家住吉林省辽园市西安区 在1981年 曾因为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的确是一个惯犯 于是警方就立刻赶到辽园 找到了这个李刚的妻子 最终确认 那高个歹徒就是李刚 那么现在锁定了 这高个歹徒的身份 那么那个小个子 也就好查了 经询问得知 妻子并不知道 李刚平时都在干嘛 李刚总说 他跟一个朋友 在一起做生意 这个朋友姓谭 但具体他们在做什么生意 那个姓谭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妻子就不知道了 于是警方又赶紧行动 把整个辽园当地 所有姓谭的男的 全都查了一遍 可是一遍查下来 发现没有找到那个小个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李刚的妻子在撒谎吗 于是警方又找到了 平时跟李刚走得比较近的一些朋友 问说李刚有没有一个姓谭的 一起做生意的伙伴 那么李刚这些朋友的回答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李刚的一个朋友说 说李刚好像不认识姓谭的 倒是认识一个姓唐的 那个人叫唐彦平 这个唐彦平呢 个头不高 而且比较瘦小 听这描述啊 有点像是警方要找的那个矮个子歹徒 于是怀着疑惑的心情 警方就在当案库里 查找唐彦平这名字 这一查呢 终于有了关键线索 这唐彦平查到了 30岁 身高1米7 1981年 曾经因为盗窃 被判了三年 但在狱中 他多次试图越狱 被陆续加刑十年 后又减刑三年 在91年8月刑满释放 现在呢 应该是一个无业的状态 住在辽园市西安区 副国街二伟十九组 于是在4月14日凌晨2点 警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趁着夜色 冲进了唐彦平的家里 此时 他正睡得香呢 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就被警方摁住了 后径搜查 在他家里发现了 唐彦平作案时 所穿的衣服 鞋子 还搜出了一件 带血的棉衣 以及抢到的手表 等等脏物 面对这些铁证 唐彦平只好认罪 原来啊 李刚的妻子 人家没有撒谎 只不过呢 当时他把姓唐 听成了姓谭 无意间误导了警方 后根据唐彦平交代 在1982年 他在劳改期间和李刚相识 91年底 唐彦平出狱之后 两人臭味相投 一拍即合 纠结在一起 开始了再次犯罪的道路 为此 唐彦平还模仿李刚 李刚在身上 纹了两只老虎 他就在身上 纹了两条龙 前面一条 后面肩上还有一条 自称是龙虎兄弟 这两个人呢 都是极端的仇视社会的危险分子 也知道自己无路可退 也不想干正事 所以他们作案 从来不手软 从1月10号 杀死聂某一家 到3月2号 李刚被击毙 他们两个一起合作作案 虽然只有50天左右 可在这50天里 他们残忍杀害了27人 打伤了14人 9名妇女被他们枪奸 1992年7月9日 唐彦平被执行枪决 至此 一个被当场击毙 一个被执行枪决 这两个恶棍 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是6月6号 咱们的听友里面 有不少是学生朋友 明天6月7号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日子了 对于每一名考生来说 这应该算是人生 最重要的考试之一吧 很多人的命运 会因为明后天的考试而改写 想想我高考是08年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整整15年了啊 可现在再想起来 15年之前 高考之前的那个夜晚 自个儿辗转反侧 紧张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 还是历历在目感同身受 在这儿呢 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超常发挥 考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咱们说回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 河北深州 冰柜藏尸案 2016年 10月31号上午 河北省 深州市公安局大厅里边啊 进来了一个三十多的男的 看上去呢 神情状态不是特别好 显得很疲惫啊 有点垂头丧气的那个样子 进来之后 这民警得问他呀 您什么事啊 这个人说呀 我来自首 我杀人了 说话的声音很轻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听这人这么一说 民警可紧张起来了呀 他说他杀人了 那么这就是命案呢 几名民警啊 立马走过来 一边接着问他 一边观察他的行为举止 看看他的神态 想确认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 是不是疫症了呀 是不是自己幻想着杀人了呀 可是在问寻室里边 接下来询问的过程之中 这个男的又说了几句话 这可把所有民警都给震住了 我杀人了 二十多天了 那你杀了谁呀 尸体在哪呢 尸体就放在家里 那你杀谁了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可是接下来甭管民警怎么问 这个男的呀 就是不说话了 一个字也不说 不愿意开口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那赶紧的吧 去他家看看去吧 就在当天 也就是十月三十一号 两辆警车就进入到了 这个中年男子所住的居民小区里边 在一个单元楼的四楼 打开了这个人的家门 一进去之后啊 警察呢 小心翼翼的 因为生怕破坏现场 这一看上去 这屋子呢 装修还挺新的 是两室一厅 可是没人 所有的物品呢 摆的是井井有条的 特别整洁干净 之前通过问询 得知这个人姓邵 因为这邵某啊 也没过多的交代情况 所以警方也不知道 到底杀的是谁 这尸体藏在家里 什么地方了 进来之后 那就看吧 看哪有不对劲的地方 先看客厅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客厅里边啊 摆着一餐桌 餐桌上呢 有一层薄薄的灰尘了 桌子上摆着一果盘 里边有香蕉有橘子 其中有的橘子香蕉啊 都已经烂了啊 都已经长毛了 从这些细节呢 也能看出来 确实有些日子 没人住在这了 那既然藏了尸体 要么得有血腥味 要么得有尸体的 那个腥臭味吧 闻闻吧 没什么味道啊 这怎么回事啊 几个民警啊 相互看了一眼 都觉得有点奇怪 这是不是 这少某没说实话呀 啊 是不是 他真是幻想出来的 什么事啊 接下来啊 大伙就发现 有一间卧室的门 被锁住了 既然被锁住 很可能这里面藏着什么 很可能尸体就在这 得了吧 打开吧 通过强力 把这卧室门就给打开了 一打开 这床边上 有一古怪的物件 通常这个物件 绝对不会放在卧室里边 是什么呀 嘿 就咱标题上说的 冰柜 卧室里边怎么可能放一大冰柜呢 大伙啊 互相一看 哟 这是 夏天方便吃冰柜 吃冰淇淋 喝啤酒 那不可能啊 打开冰柜看看吧 把这冰柜叶打开 这可看到了他们在寻找的那具尸体 一具被毛毯啊 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女尸 就躺在冰柜里边呢 冰柜里边温度很低啊 零下十好几度啊 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霜了 法医呢 对这具女尸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尸检 年龄啊 应该是三十五岁左右 身高呢 一米六五 因为一直在冰柜里边冷冻着 所以没有任何腐败 这就是为什么警方进来之后 没有闻到异味 看这女尸 面容呢 非常的清晰 生动 因为她冻着那样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死亡原因是利器刺穿胸部和腹部 导致多器官大出血而死 现在发现尸体了 但是警方啊 并没有放松下来 赶到这儿 是为了确定是不是真的发生命案 现在已经确定发生命案了 接下来就得侦破 到底这命案是怎么发生的 随后警方就在现场展开了勘察 并且立刻封锁了现场 在靠近厕所的墙上 警方呢 发现了几滴血迹 经过DNA检测 确认这血迹属于这名女性死者 一个漂亮的女人 被人杀害了 冷冻在冰柜里长达二十多天 这死者是谁 跟自首的邵某是什么关系 他们中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经过调查邵某 以及询问邵某的过程之中 警方了解到这邵某啊 37岁就是深州人 他的职业呢 是杀猪将 也买卖生猪 民警感觉到这个人呢 应该是那种老实本分的 并且脾气是那种特别温和的人 一脸憨厚 这么一个人 报案自首 说我杀了人了 还把尸体动到大兵柜里面了 为什么呢 杀人动机 杀人经过 是一句话也不说 那怎么办呢 查呗 经过调查 死者身份查出来了 死者姓贺 这贺女士 34岁 是河北省武强县人 在一家足疗店 做按摩济师 这邵某 跟这贺女士之间 有什么恩怨情仇吗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情侣 还是情人 还是夫妻 一般情况之下 说一个男人 和一个足疗店的 按摩济师 发生了血案了 发生了纠葛了 很可能啊 他们是属于这种 嫖娼啊 与卖身之间的关系 但是警方看看贺女士 再看看少某 感觉不像 这贺女士啊 长得挺漂亮 穿的呢 也很时尚 这少某呢 个子不高 也就一米六 老实本分 不像是一个 会进出按摩店 花钱嫖娼的人 那为什么要杀贺女士呢 警方甚至怀疑 会不会是有人 雇佣少某杀人呢 把贺女士的身份 调查清楚之后 接下来再次提审少某 原本少某 不是一句话不说吗 听到民警说出 贺女士名字的时候 突然很激动 跟受了巨大的刺激似的 最终在这种刺激之下 少某交代了一切 之前警方的猜测是对的 少某和死者贺女士 并不是顾客啊 和这个卖银女之间的关系 原来是七年前的一天 这少某呢 去一家中介公司办事 就是那种求职中介 正好碰上了 去那找工作的贺女士 这贺女士长得挺漂亮的 身材呢 在女生里边啊 一米六五 也算是比较高挑的 立刻就吸引了少某 少某突然就感觉 小心动啊 这小心脏砰砰乱跳 小鹿直撞 那这少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主动结识这贺某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在那求职中介那啊 这少某呢 见着贺某了 哎呦 长这么漂亮啊 当时喜欢的都不行了 小鹿乱撞啊 这小心脏砰砰直跳啊 见这贺女士低着头 正在写招工资料呢 这少某啊 就故意靠近过去 一低头 哎 看这贺女士写的手机号码是什么 偷偷的就记下来了 回去之后 这少某就想 我怎么才能认识她呢 我知道她电话了 我打电话给她 用个什么理由呢 想明白之后 还是打通了贺女士电话 一接通就跟对方说 啊 贺女士你好 你是要找工作是吧 我可以帮你找份工作呀 就这么着 俩人正式认识了 其实啊 当时的少某 别看对这贺女士动了心了 但她不是单身啊 早就结婚生子了 而这贺女士呢 经历啊 就更加波折了 俩人认识的时候 这贺女士正好和丈夫离了婚 带着三岁的女儿 一个人生活呢 而为什么离婚 她呀 是婚内出轨 带着三岁的女儿 但这女儿不是她丈夫的 是婚内出轨跟别的男人生的这个女儿 尽管如此 但是少某不在乎 因为她就感觉 这贺女士太漂亮了 我家里的妻子比起来 那看不得了 不行 我就得跟她在一起 我就得跟她一起生活 就这么着 贺女士呢 需要找一个男人作为依靠 而这少某呢 又喜欢上这贺女士的美貌了 这算是动了色心了 俩人就这么一拍即合 成了情人了 前前后后七年的时间 这少某啊 越来越迷恋贺女士 越看贺女士长得越漂亮 甚至无怨无悔的 帮助她抚养这贺女士 跟别的男人生下的孩子 这少某呢 不容易啊 啥猪将啊 每天起早贪黑 辛辛苦苦的工作 赚来的钱呢 自己顾不上享受啊 也不顾自个儿的老婆孩子 全都花在这贺某身上了 七年的时间里边 少某基本上用自己 所有的血汗钱 给这贺某呢 开了一个鞋垫 就想着让他别干按摩女郎了 哪个男人也受不了 自己的女人在外边 还伺候别的男人去啊 但是啊 这贺某呢 就是喜欢玩啊 比较懒散 你别看卖生感觉无所谓 但你真让他打理生意 起早贪黑的受不了那个累 再加上平时呢 也喜欢打麻将 还不是打着玩 是正儿八经赌博 那鞋垫投入不少 但很快经营不善 干不下去了就倒闭了 这少某按说 七年的时间了 你应该认清这个女人了吧 你应该放弃了吧 没有 没有啊 一点没有死心 她太美了 就为了她的漂亮 我付出一切都值得 2015年的时候 少某的妻子 知道他们这事了 前前后后 也挽留过很多回 试图拯救这个 濒临破碎的家庭 但没用啊 最终啊 少某的妻子 心如死灰 跟少某就办理了离婚 离婚的时候 这少某是一点不舍之情都没有 我反而心里边痛快啊 本来我这心里就没我家 那个媳妇的事啊 本来我这心里连孩子都没有 现在太好了 现在他们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我就是可以跟我的小鹤啊 亲亲我我 完美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少某呢 离婚的时候啊 分了二十万 在深州城区 副首付买了一套房 可房产证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写的是贺某的名字 接着又用自己的积蓄 给贺某呢 买了一辆车 少某离了婚了 满心欢喜啊 我终于能跟我的小鹤 修成正果了 咱俩领证结婚去吧 啊 俩人决定2016年五一结婚 但是 提到结婚这事了 这贺某的态度啊 可有变化了 贺某呢 就找借口 别一拖再拖 今天有事 明天有事 一直拖到了十月份 还没同意呢 少某啊 可就起了疑心了 他疑惑呀 为什么呀 我这都离了 这几年我们过得多好啊 为什么 他还不跟我结婚呢 起了疑心 他就决定 好好的调查调查贺某吧 这时候啊 可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贺某啊 可不光跟他生活 人在外边还有别的男人呢 贺某干的就是按摩女郎的职业 不断接触各种各样的男人 在外边啊 早就勾搭上别人了 所以他不可能跟少某结婚 这时候少某就感觉 我没退路了 我为了你离了婚了 现在你不跟我在一起 我为了你抛妻弃子 家里边啊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搭理我了 大伙都戳我脊梁骨啊 我回不了头了 我必须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必须要跟你结婚 但是这少某呢 并没有跟这贺某挑明了 他选择隐人 希望这贺某看在俩人这么多年情分上啊 能够改过自新 能够重回怀抱 可到了十月初的一天 少某突然发现贺某 还是背着他跟其他的男人 在那聊那些特别暧昧的短信微信的 嘿 他是真没把我放心上了 于是这少某挑明了 俩人这就玩命的吵吧 无止境的吵架 都不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了 那是上午一小吵 下午一大吵 贺某一看啊 你知道了我跟别人有关系是吧 无所谓啊 老娘就这样 还理直气壮的 跟少某在那吵 甚至还动手打架呢 老实人纵然老实 但再老实他也有被逼急的时候啊 案发那天中午啊 少某呢 就找出来屋里的一把杀猪刀 他干这个的呀 哼 他已经决定好了 平时每天用来杀猪 今天呢 有别的用处了 少某一咬牙一跺脚 拿着杀猪刀 就把这贺某给刺死了 杀完人之后 这时候少某清醒过来了 哎呀 我杀了人了 他呀 突然感觉到恐慌害怕 杀人就在自己屋里杀的 这尸体我怎么弄出去呀 我怎么藏起来呀 后来想来想去 得了吧 我先冻上吧 第二天 买来一台大功率的大冰柜 把贺某尸体放进去 然后呢 他也不敢住在家里边了呀 自己呀 就离开家 在外边流浪了二十多天 在这个期间 这贺某外边勾搭的那男人 不断的打过来电话 还威胁少某了 说你要再不说出来 我家小贺的下落 我就报警了 小贺是我的 俩人还为这贺某争风吃醋呢 最终少某琢磨来琢磨去 我跑不了啊 走投无路 这才决定自首 最终啊 为了这么一个 对感情并不负责的女人 这样一个从来没把她 放在心里过的女人 少某呢 付出所有 付出一切 抛弃弃子 最终呢 却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到头来 全是一场空啊 行了 这个案子 给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再会